大家好,面前在三棵文心栏 这三棵文心栏呢,今天拍片是我挤出一点时间来拍的 因为我离开家十天,回来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 我有空呢,就继续再跟大家拍我 离开家,有一些花在这十天当中 为人照顾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上一个影片就分享了两棵蝴蝶蓝的对比 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三棵文心栏的对比 这三棵呢,有不同的品种 这一棵文心栏呢,小小的这一棵呢 就是很普通的那种跳舞蓝,黄色的那种 它开完花以后呢,我把那个花梗给它剪掉了 本来是很大一棵,把它分成了两块 另外一棵大一点的呢,我就拿去跟朋友换了另外的拿花 所以呢,就剩下这么一小块在这里 这个呢,我是用个一次性的塑料杯来这样子种的 旁边呢,还有一棵呢,就是那个我之前买的那个巧克力文心栏 摆回来就把它转成了水培 旁边这一棵呢,就是我非常期待的那个香水文心栏 我从这个说起吧,这个巧克力文心栏 这个巧克力文心栏买回来的时候,我也做过视频 当时呢,我不小心呢,就把它拆得很干净 那个水,那个根拆得很干净 我之前,我之前拆不干净它,因为它的根很细很多 有的是椰壳,有的是树皮,有的是水苔种子的,我拆不动它 这一棵呢,比较容易拆一些 但是我还是费了很大的劲,之前有分享过 我这一棵呢,这棵呢,是第一次尝试那个水种文心栏 当时呢,我知道它的水分要求呢,是比其他的兰花水分要求 是比其他的兰花水分要求更高一些 所以呢,一开始我就跟它加水呢,加到三分之一 根部的三分之一,没有跟它空过水 然后呢它的花呢就很快的卸掉了 就好像这些地方花包卸掉了两个 然后花开着的花也很快的就卸掉了 然后我就估计可能是不是它 然后它的这个囚禁也开始长皱纹多起来 然后我想是不是水分太低了 我就试着把那个水分跟它加到根部的一半 一半以后然后它的花呢 就不是挺仔细 是卸得慢了 卸得小了 我估计它是水分不够吧 后面呢平常呢 我加水呢就跟它加到七八分 那个根部的七八分 里面的铝线呢 我是拿来固定一下 支撑一下它的那个根 要不然它就它的根很细嘛 受不了力 它就会往下坠下去 然后缩到一块 我怕烂根 然后呢 那个铝线我就绕了一个在平底做支撑 上面呢就根里面穿过去 把它那个根呢就这样子固定在上面 让它的根呢比较透气一点 在我离开家的时候呢 我就跟它加到大概是八分满的水 因为我想到我那么长时间 平常呢就是七分水啊八分水啊这样子 根部的 当我回来的时候呢 它的水已经下降到了一半 在这十天当中呢 它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 这个根和它的进步也没有烂根 也没有进步也没有烂掉 就是这些花呢 掉了一部分 紧接着我在这十天当中 它掉了一些花 就好像这些花已经卸掉了 然后呢 这一个上面的花 这一个全部是花包打开来的卸掉了 这个花包也没有打开 就卸掉了 这就是这一颗水培湖 文心兰 这是我第一颗水培文心兰 好再等一下下一颗 这一颗文心兰呢 我就分了一大半给朋友画画了 然后剩下一小小块在这里种着 然后分下来的时候呢 因为它的那个芥子比较少了 它以前是水苔种制的 然后呢 我就把它清洗干净 收了一下根 就把它这样子放在这个瓶子里面 塑料杯 下面加了木炭 为什么要加木炭呢 因为它的根本来就比较少也比较短 然后放进去呢 它就全部到下面去了 我用一颗家也这么长时间 那个水分肯定不够它这十天用的 然后我下面跟它加了木炭 为了就是把它垫高 支撑一下 让它那个植物的植株会高一些 可以加多一点水 然后我就往里面加水 加来呢 就刚好到最下面那个 它斜着长的 最下面那个进步那个地方 我就出门了 然后我回来以后呢 我发觉它长到那个芽点 这一颗呢 是我入室以前就长的 就旁边这颗芽点 这颗是个芽点来的 看不看到清楚了 放大一点点 好 这个芽点呢 就是我不在家的时候 它长出来的 然后这些根 这是新根 这些新根都是我不在家的时候 它长出来的 这就是水培 我以前呢 知道文新兰呢 它的需求 它的对水分的需求很高 但不知道高到什么程度 现在呢 这样一做一下 我就知道 它需要的那个湿度 是什么样子 需要的那个水分 是什么样子 这一颗呢 就是普通的那个跳舞蓝 黄色的那一种 非常非常普通的那一种 这就是水培 其实它也有一点 带那个悬空的意思 因为那个 木炭在下面把它垫起来了嘛 我就不叫它悬空了 因为我没有东西让它悬起来 所以呢 我就叫它是有介质的水培吧 有介质的全水培嘛 因为没有断过水 好 其实这一颗 它也有点悬空的意思啊 我把那个 根部往上支撑 是吧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分享 另外一颗 这一颗是我期待 非常期待的 那个 巧克力文新兰 它有12 买的时候有12个花杆 花包呢 还没有形成 这个呢 是在我走之前呢 这一个 它的头呢 就卷到这个叶子里面去了 然后我在走之前呢 我就把它拔出来了 拔出来了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肯定要损伤了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有点断 但是它也没有完全的断掉 这个位置 这个呢 这个花杆呢 就没有多大的希望 我还是把希望放在这12枝花杆当中 那这个呢 就是也是这个悬空种制法了 这个 其实我的悬空种制法就是用这个懒人被 受启发的 这个懒人被在我家已经有超过半年了 以前是买的时候呢 别的植物我就忘记了 平常呢 我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钩子 把它这样子挂起来 挂在窗户边的 窗户边呢 有一点晒色 有一点早上的阳光照一下 这个 这个杯呢 这个懒人花瓶呢 它是有三种东西来做结构 组合的 它有一个外杯呢 有一个内杯啊 还有一个内杯啊 还有一条棉绳呢 就这样子 我买回来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根和水苔都还行 然后我放不下去 我就把它水苔下面一起 跟它拆 拆了一些水苔以后 刚好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走之前呢 我离开家之前呢 我就从上面跟它加水 一直加水 上面一加水 它的上面的水苔就湿掉 然后呢 就加到这个 它那个内杯的位置 到这个地方底部 大概是在这里 然后加水呢 就加到 过了这个里面的内杯的 大概是一两厘米吧 然后我就把它这样子挂起来 挂在窗户边 等我现在回来的时候 给大家看看里面还有多少水 一只手一点不好拿 它里面还有一点点的水 它里面还有一点点的水在里面 一点点而已 但是这个吸水的棉绳呢 可以吸到上来 这种懒人种植方法 这种悬空方法呢 有个棉绳系上来的呢 就比较适合了一种呢 比较适合了一种 对水分要求比较高的植物了 我们看它的花梗呢 就是被我拉出来的这条 拉的时候弄得有点断断的以外了 别的花梗都很很正常 叶子也很好 然后呢它的那个囚禁也非常好 根还不错 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 就是说我再过两天回来 还行 它上面还有一点水嘛 这就是悬空种植法的好处 其实悬空种植法也叫懒人种植法 对吧 今天呢分享的这三个文心男男 他们有水培 也有那个悬空种植法 我觉得呢 要离开家时间长了 还是这个悬空种植法 比较好的 接下来我再有时间 我再拍别的片 分享给大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